葡萄的猪公是素的 一只不满瘦面 另一只不满老婆饼 中原葡萄祭典中的贡品 因应时代变迁 造型多有创意 而象征解脱及度化众生之意的 模糊 以及脱离地狱门 转世阳间的碧桃 是基隆农历七月的限定美食 从头吃到尾 最后的空心菜汤 则是不能少 不能美食就是空心菜 有心情理无心流 每年农历七月十八 慈云寺都会举办普渡法会 信仲拿着贡品前来普渡 慈云寺也准备了多种素食 让好兄弟享用 我们慈云寺固定每年 都是七月十八号普渡 本来昨天风雨好大 还好那个好兄弟保佑 今天贴旗这么好 那我们庙里有给人家占卜 有一千六百份 还有我们春意市有准备这些 这些一系列供品 树种 还有那个 都是树的 很多很多 水果 还有我们那个猪公 今年是比较特别 保佑大家平安 风调雨顺 有的七月十八 普渡大普渡 大普渡 大家真的都喜欢来拜拜 我是今年刚刚才办来没多久的 保平安 普渡仪式中 看见地方信仰中心的力量 也可以看见基隆中原祭的精神 慈云寺一直是我们地方 非常重要的信仰中心 那今天慈云寺办普渡 我觉得也特别特别意义非凡 因为基隆市的中原祭 和中原普渡期间 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世界文化遗产 族群融合 然后人与人之间温暖与团结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非常值得 大家一起来共同参与的事情 族群融合的精神 与地方信仰紧密结合 虔诚祭祀老大公 粤文法英 希望众生心安 基隆乃至全世界 也能消灾平安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多余 互相